修行学佛能够帮助我们沉淀心灵 现代人忙碌的生活中有许多的压力 当压力无法排解的时候 可能就会在内心慢慢的累积 然而压力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自动消失 解决压力最好的办法 也许是直接的面对它 透过诵经让心灵沉淀 时间久了压力就会慢慢减缓甚至消除 我就把我的一边工作 一边把我的精神放在我的孩子身上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 每一个人都以后不要让我有烦恼 这样也许我就会好受一点 因为那时候先生老实讲 他也都不了解我 平安心讲 他觉得他有赚钱回家养活家庭 就已经很不错 他也看不出我的心情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跟他是很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两个性不同 一个很快 一个很慢 而且想法也是有差异 可是他都不觉得 我也很少说在他面前埋怨 只是埋在心里上 所以他是痛苦 那时候就很痛苦 然后接触活法以后 后来师父也一直开示 要送金 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平静一点 所以我其实从很早就开始送金了 那时候是送的不多 因为一方面还要工作 还要照顾小孩子 然后我就慢慢送金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把心情 渐渐地改变过来 送金不一定能够解决各种问题 但是透过送金的过程中 无形中可以慢慢地累积正面的力量 久而久之 烦恼就会慢慢消失 心也就能够平静下来 很多时候 烦恼可能都是来自于执着 当心灵沉淀下来的时候 也就能够让不快乐的事情过去了 法界新闻欧志盈许建议高雄报导